距离中秋节不到一个月进入文旦季的产季 而东山乡中山村的幼树盖上了白沙宛如代驾新娘 就是为了要防虫避风雨 随着节气百路接近准备展开采收工作 东山乡长林郡甫推荐东山文旦幼 果实饱满多汁品质优良 欢迎大家来采果中秋送礼自用两香仪 那随着我们东山红茶季的结束 但是我们东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农产品 就是我们的柚子 那今年的柚子品质相当的好 尤其今年是润叶 加上我们今年的气候 所以油的程度已经有纠纷了 所以在纠纷开始 我们东山的油要正式来开采 那么希望我们所有乡亲 可以进入我们的东山 喝好第一碗也来开始也能来搬鱼碗 希望所有乡亲一起走进东山 一起来中山喝好茶吃好的柚子 除了文旦柚是中山村的主要农场外 红茶更是知名 尤其东山乡中山村连续十年举办了 东山红茶分级品鉴比赛 选出特金奖福禄寿三个等级 持续产出优质红茶 村长强调比赛茶 今年包装换新 采取木盒设计 提升质感跟茶叶保鲜度 更是送礼的首选 9月开始就进入我们以外的采取木盒 如果我们的乡亲有想说要自己亲身来提检 采取的乐趣 我们反映你们来我们中山 我们的带你们去采取 另外我们的公帝 我们纪念的公帝分级 除了特金已经完售 不完之外 其他我们还有很多 好级 六级 收福禄寿三级的地 也反映大家对我们的导购地图 来去採 来抵抗我们的地牢 采港 今年的礼盒 设计起来比较有现代感 很适合当我们的伴手礼 另外东山中山社区 每年在永光宫的广场前 都会用文旦柚堆叠成大柚菇 向神明祈求农业丰收 今年配合兔年 特别改成一只大红兔 身上会贴满一万包的 东山红茶 有红兔大展的祝福之一 大家敬请期待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道